《牧羊》 弟兄姐妹晚上好 今天晚上这段时间我们要多讲到有关牧羊的事情 牧羊方面的事情我们可以多思考 等一会儿慧君传道会讲到有关牧羊姐妹们方面的事 牧师这一堂课很简短的讲有关我们人不同的个性 然后我们怎么跟不同的个性的人相处 也怎么认识不同个性的人 我盼望在这两个信息里面 我可以给大家在牧羊方面有更多的亮光 我们一起来领受神的话 各位我们人一看都知道每个人的个性不一样 有些的人内向有些的人外向 很多人一看到朱牧师的时候一直想 他是内向还是外向 那你都有你自己的猜测 有些人你跟他一谈话 哎呀这个人是急性的 有些人跟他一起做事这个慢性的 有些人跟他在一起 哎呀这个随性的没有调理 对不对 那我们就说 这个是好像人的个性 各有不同 那么的确我们人都有个性 这个个性是在我们的天性里面 有上帝教人的时候 把不同的个性放在人的生命里 这个显出上帝无限的创意了 那么我们虽知道是这样 但是我们人都按着自己的喜悦 选择有某某个性的人 认为那个是良好的个性 我也比较喜欢跟这样的个性的人 在一起同工 各位有吗 当然除了我们的喜悦以外 有时候还有那个环境的需要 比如说做老师的 一般上喜欢学生们比较温顺 老师讲一句恶话不说 那些学生总是老师讲一句 他有三句很讨厌 不懂修子姐以前做老师 是不是很讨厌这样的个性 的确有这样的学生 有时候我们做工办工 做生意的人 比如说订单很多 生产率 当然喜欢有干净的人 一看到就做 不是在那边一直想 或者很有创意性 快点做 要满足那个生产 那个需求 供不应求了 但是如果你是开画廊的 又不一样了 你开画廊的 你一定需要有创意的人 有创意性的人 慢慢品尝 慢慢观察 如果你是治理国家的 你需要思考 不能马上就做 对不对 所以这的确是有一个 人不同的性情 因为这个个性里面 也显出他奇妙的一些恩赐才能里面 那么你看 我们人的问题是按自己的喜悦选择 按自己的喜悦 按情况的需要 很多时候 你会发现 你自己选择的 最后你发现 你不喜欢 我们姐妹们有时候喜欢 我喜欢这弟兄 温柔体贴 跟他在一起真好 他每次都让我 结婚五年十年之后 没主见 温柔体贴 没主见 孩子调皮的时候 都不骂 所以有没有 姐妹们有时候 是不是我选错了 那的确你开始的时候 在那个情况 你喜欢这样的个性的人 有时候 情况又改变的时候 又不一样 所以当然 有时候 有一些人有这样的个性 他遇到这样的情况 或者跟这样的人结婚之后 他又演变 你会看到他的整个个性就演变 当然很明显的 有些人越来越有一些不良的性情 恶习不好的体质 暴躁的性情 都看起来因他的环境造成 有些人好像有好的 好的人教导 好的父母教导 好的老师灌输他对的价值 那他的性情好像有一点 慢慢变好一点 所以一般的人 没有上帝的人 他们自己有自己的好坏之分 所以就说了 我的孩子某某方面 个性有点欠缺 我们没有关系 我们给他后天的栽培 所以我们做父母的 尤其是我们看孩子的个性 从小看他好像三岁定八十 又看别人的孩子 那个孩子比较出色 那我的孩子比较慢一点 斗志力没有这样强 没有比别的孩子好 就给他去什么营会 上什么课程 要促进他的斗志力 各位有没有 所以人也知道 人有这个聪明 要塑造自己所爱的人的个性 但是他塑造的方向是按他的喜悦 他认为会对那个人好 这个社会节奏这么快 我的孩子要有斗志力 所以他有自己的认为在那个地方 但是今天我告诉各位 圣经告诉我们 不管你的个性怎么好 你不能因着你的好个性得救 不管你的个性怎么坏 你也不能因你的坏个性不得救 阿们 各位这是很重要的 那么你知道了 得救在于神的恩典 那神的恩典临到你之后 那神用他的教导 他的真理来浇灌你 医治你 那所以你会发现 不管你是怎样的个性 上帝一定会对付你 会更新你 所以你的个性需要成圣的 即便是人人都认为好的那个地方 你发现神还是要更新你 然后神怎么更新 等下我会讲 然后神在那个地方更新 医治你之后 直到什么地步 直到你懂得跟你旁边的人 不管他是怎么个性的人 你像什么样的人 就能做什么样的人 为了得着他们 所以即便你是 我是很慢性的 遇到一个很急性的人 这个同工很急性 讲话每次刺到我 但是因为你已经被福音圣化了 得医治了 在这个地方你不但不被他伤害 你还能够影响他 我盼望各位能够到达这个地步 可以不可以 这个就是福音所带来的大能 真的医治完完全全医治一个人 所以从你本性的那个地方 你本性与生俱来的 你以为我就是这样了 我不能改变了 神改变你了 那神用他的道浇灌你了 继续改变你 直到你认为的那个本性 很奇妙的有一天超出你的本性 能够彰显出主的荣美 各位相信不相信 所以这是我自己看自己身上发生的 我看保罗的身上也是这样发生的 各位想想看 这个这么强烈个性的人 就拿着那个书信要到大马士革 把信徒抓出来放在监狱的人 这个扫罗 有一天好像变成一只绵羊 保罗 扫罗是自己伟大的 保罗是自己谦卑的 对不对 各位都知道的 这样的性情 真的奇妙又奇妙 盼望这样的福音的大能领导各位 我们一起看神的话好吗 我们看以福所书 以福所书第四章 以福所书四章 各位看 第二十节 前面讲到旧人 我们以前是这样的旧人 良心丧尽 放重私欲的 贪行种种的误会 但是二十节说 你们学了基督 却不是这样 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 领了他的教 学了他的真理 各位你看 你接受了基督之后 你必定怎样 被他的真理要洗尽的 所以真理一直浇灌你 你听了之后 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 所以神的道 你听了明白之后 你发现你有一个动作在后面 你要脱去 有一样东西在你里面叫旧人 旧人也可以说是旧性情 你与神俱来的个性 也就在这个旧人 旧性情里面 不管你是怎样的人 文身的人 即性的人 内向的人 外向的人 都是这个旧性情里面的 先明白 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 渐渐变坏的 私欲是什么 私欲是只有为自己 自己要多得 自己认为好的 各位这个叫私欲了 从人吃了上帝禁止的果子之后 这个的意思是什么 从那时候起 人的眼睛没有神 他自己是神 他自己选择的为主 所以这个叫私欲了 私欲了 所以自己要什么 自己要什么 自己选择什么 自己喜欢这样的个性的人 那样的个性 全部都是后来选错了 各位有没有发现 私欲渐渐变了 然后呢 你都知道了 真理告诉你这些东西了 所以你脱去的旧人 第二十三节 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 全部借着真理而做的 并且穿上新人的动作 穿上新人 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 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 阿们 各位 我们一起很简单的 看一下 人的个性 或者性格都可以 不是这个 这个个性 人的性格 看得到吗 这个红色 那个黑色在哪里呢 红色看得到 没关系 红色看得到 不然的话 看这个地方也可以 谢谢你 各位在还没有认识 人的个性的事情的时候 圣经先把人的罪性告诉我们 你的个性 是在罪性的 瑕智之下 形成的 所以有罪性 所以你会发现 你生来 比如说很随性的人 随性的人 因为罪性的缘故 随性也是上帝的一个 一个创意 对不对 随性的人 比较有创意 但是呢 这个随性慢慢变成什么 乱来 放荡 无理 各位有没有发现 你看你的孩子 你养他们的时候 那慢性的人呢 其实很不错 能够多思考 但是慢性呢 因为罪性的缘故 慢性的人就慢慢变成懒惰 好吃懒惰 什么都不理 慢性的人 就会有这样的光景里面 那圆滑的人呢 慢慢就变成狡猾 你们有没有发现 这个罪性 有所带来的 所以这圣经说什么 这救人是因私欲的迷惑 渐渐变坏的 这个救人 原来这个罪性 原来这个是救人 救性情 救性情 这个救性情不认识神 这个救性情也不顺服神 这个救性情不认识神 也不认识神的圣洁 绝对记得 那么当我们继续这样活的时候呢 应该这样写 那你继续这样活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有一些后果就出现了 有没有 什么后果 被父母亲骂了 结婚了之后呢 被妻子骂了 然后孩子呢 学到你的坏习惯 懒惰 好吃懒惰 什么都学到了对不对 所以有一个环境的后果 罪性是一定有后果的 对不对 所以那个时候呢 哎呀 我们要纠正 所以人都是纠正了 反思嘛 要纠正自己 因为不然的话 孩子也学坏 但是你要记得 你无论怎样纠正 你绝对无法达到神的标准 因为 世人都犯了罪 亏欠了神的荣耀 这句话很重要 所以你要明白的就是 即便这个世界的人 他们 讲了有一些有道德的那些道理 我们要怎么做好人 我们现在学校去的时候呢 我们新加坡的学校 现在不是讲 强调学术 强调好成绩 学校是强调 强调品格 忍耐 怜悯 尊重人 我们现在学校去的时候 都是讲这些东西的 因为 看到整个社会 因为这个罪性所带来的 的确 所以 有一些后果 要纠正 但是 不是因认识神 不是因爱神 而纠正的 所以绝对有限 不能达到上帝的水准 所以那个问题是继续会存在的 那个的不完美是继续存在的 绝对记得 所以 为什么这样 所以神 是一定要把我们带到 在基督里面 在基督里 我们主耶稣基督里 重生 各位重生是什么 很多人对重生这个字眼 当然我们知道了 心意更新变化 重生了 新的生命重生了 但是如果用救人的话来讲 就是有一个新的人生出来了 有一个新的性情 亲爱的弟兄姐妹 新的性情 一个顺服神的性情 被生出来了 那这个新的性情呢 他是怎样 他是认识神 因为认识神 所以他是顺服神的 顺服神的结果呢 各位也包括应该说什么 顺服神的意思就是 会接受神的真理 所以呢 你们学了基督 却不是这样 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 领了他的教 对不对 学了他的真理 你看这句话全部出现了 所以这个真理呢 一次听 十次听 一定有一个动作出来 什么动作 就是他会 脱去 旧人 穿上 新人 所以新人 新人要做的 他都会做 旧人 旧人呢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都知道了 这个旧人 不用讲了 以福所书 这个地方如果各位有的话 下面二十五节 讲到什么 谎言 很多的谎言 七节 二十六节 生气 寒怒到日落 二十八节 偷窃 这些都是叫圣灵担忧的 污秽的言语 苦毒 恼怒 愤恨 嚷恼 这一切一切 我们都会知道 对不对 但是很重要的是 你脱去是为了什么 因基督而做的 因基督而做的 所以新人是这样 新人是要受服神 要效法基督的 要忠于真理的 所以我昨天说 忍受试探的人有很多种 有一些人是怕后果 忍受试探的 但是有一些人是因为爱神 因为他一直给试探留地步的时候 他的心灵里面不能面对爱他的主 也不能面对他所爱的主 所以脱去就穿上新人的 这个动作就会出现 所以奇妙不奇妙 这个就是整个成生的功夫了 所以包括人的个性 那现在我就讲两点 那现在我们怎么走 如何走成生的路 那么这个呢 是一个观念 我们会知道 神是这样做工 对不对 在不同的个性 不同人的个性 上帝这样做工 但是实际来讲 我们在生活当中或者教会 有时候你说 哎呀牧师你讲是这样讲 这个人信主五年十年 二十年了 还是看他穿着旧人 没有脱掉 对不对 以前讲话是这样 现在还是这样 他的体质 坏习惯 还是一样 各位有没有 所以这个就是牧养的难处 我们牧养人的时候 虽然好像我们知道那个真理 神是这样做工 但是我们遇到那个实况 真的这样软弱的人 所以我们不得不 哎呀这个人不能蒙恩 这个人太糟糕了 好像我们心里面是这样想 对不对 有时候你也搞不清楚 到底是他不饥渴 还是他的个性很固执 还是有时候我们搞不清楚 对不对 好像都在一起 这个人就是这么糟糕的 但是有时候你这样想的时候 你又看到有些个性很糟糕的人 愿意对付自己 越蒙恩 但是呢 又不能不理会这个个性的东西 我教会有一些弟兄姐妹 就是有生来的那些背景 真的很不好 就一信了主之后 其实开始几个月是开心了 后来狐狸尾巴出来了 就是他的老体质 以前是说脏话的 至尊性很强的什么东西 有一个弟兄曾经来过我的教会 他是在监狱 他曾经坐过牢 坐过牢没有关系 他就在监狱里面做施工 然后怎样 然后他就来我家 很喜欢听牧师的讯息 然后就坐在那个地方听 一个月 两个月 三个月 五个月 然后后来他说牧师我要做一个施工 我要把人 就是把这些从监狱出来的人 就是把他们 我要开一个公司 给他们在这个公司里面 然后怎样怎样的 给他们一个薪水 给他们一个工作 然后我们一起仰望主 我说很好 我就祝福他 但是一个弟兄带出来的时候 他希望牧师马上给他受寻 然后我说他刚出来 也这样的 等两个月 我们教会的两个月 他不能等 我说为什么要等 受寻不是马上吗 我跟他说 有时候生命的东西 我们不清楚 我们还是等 那我就看他一来都很温顺 忽然间他的脾气就出来了 因为我不照着他的意思做 后来他就离开教会了 然后他说牧师的想法跟我不一样 他的理念跟我的不一样 听了几个月道好像都一样 但是现在一样东西不按照你的意思做 你马上这个 但是我自己也搞不清楚 到底这个是个性呢 还是什么 对不对 当然 我不能说他离开我的教会就是不蒙恩 我也不能这样讲 对不对 我又不是神 但是我看得到他的一个脾气 他的倔强 有点牛 就是 人不按照你的意思的时候 你的那个冲动 不能冷静下来 一般上我遇到这样的人 他是冲着我 因为血气不能成就圣灵的事 是吗 我是看着他 好 没有事了 我就走掉了 就不跟他再讲了 那他就跟着我 我说你什么事情啊 我没有事了 我这样的时候 但是我心里面是 忍住那个愤怒 不要讲出来 因为我觉得跟他再讲没有用 因为血气嘛 血气不能跟血气碰的 这是神的教导 对不对 但是后来多两个礼拜 没有看到他了 我心里面想 主啊 如果真的是这个个性的东西 你到底多久才能医治他 他这个去到别边也是一样的 跟人冲啊 去很多的教会都是冲啊 又离开 跟牧者冲啊 跟同工冲啊又离开 这个情况啊 所以这个是我看人 就看到的 实际牧养的情况 所以各位你会发现的 有一些人来生命堂 你忽然间跟你冲了 然后离开的话 你不能说 你这个人不蒙恩 不能这样讲 对不对 但是的确 你需要得医治的地方是很多 对不对 所以这个个性的东西啊 在这个天性 这个罪性嘛 于生根地骨的有一些地方啊 所以我们都看 到底我们怎么看 圣经里面 个性来讲最好的 上帝最称赞的是谁 你们来你们看 看约伯记 诗篇之前 诗篇 你们看诗篇 诗篇之前约伯记 约伯记一章 这个天下人间没有比他再好的 真的没有比他再好的 个性来讲 第一章 第一章约伯记 诗篇之前的那本书 乌斯蒂有一个人名叫约伯 那人完全正直 真的不说假话 他是 据说东方的老师 可能当时候 他跟他的三个朋友 可能是世界文明的人 当时的孔子吧 但是当然他认识神 他敬畏神 对不对 这里说 他敬畏神 远离二十 各位到什么地步 你们没有办法想象 他跟他的三个 后来你们知道他遇到苦难 他跟他的三个朋友辩论的时候 那三个朋友 是一直讲 你是不是有犯罪啊 上帝是没有做错的 简单来讲是这样 他就辩论的时候 到什么地步 我跟你们讲 如果我有一丝一毫贪过别人的东西 如果我有看过哪一个妇人动了什么隐形 愿上帝审判我 甚至到这个地步 有没有 连一般人 所有的人都会做 他心啊 完全正直到这个地步 但是呢 很奇妙的 他这样自以为一的时候 上帝出现了 上帝问他一百个问题 你这么厉害 你一直说 我做了什么 值得我现在受到这样的苦难 我造这个世界的时候 你在吗 我立这个世界的地极的时候 你在吗 我造这个恐龙的时候 你在吗 你懂吗 我造人的生命 你知道吗 所以人是在他的狭窄 在他的主观里面 来看事情 来看我 我值得遇到这样的事情吗 对不对 上帝公平吗 所以后来上帝问到完的时候 他说什么 各位看 42章 整个约伯记 42章看的时候 42章你们看 这里说什么 他说 第五节 我从前封闻有你 现在亲眼看见你 因此我厌恶自己 在尘土和鲁灰中 懊悔 各位 无论什么完全正直的人 从来没有讨厌过人 没有动过银行 什么都没有的 这样的人 他看见了上帝的荣耀之后 他是懊悔的 主啊 我是无知的 我是强嘴的 我对你的善 你的圣洁一点都不懂 对不对 各位了解吗 这么好个性的人 都悔改 我们可能没有约伯的万分之一吧 但是这个圣经是一个强调来的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可以告诉各位 穷生是神的恩典 但是呢 的确我们一定要明白神的原理 得医治的时间 如果对一个个性非常糟糕 体质很糟糕 很多恶习 脾气坏 动不动说脏话 这样的人啊 他信了主 信是信了 上帝爱他 但是你不得不要承认 他得医治的时间相当长的 相当长 然后你会发现他 偶尔偶尔又来了 偶尔偶尔又来了 这个是自然的原理 各位了解吗 所以你们一定明白 每一个人来到教会 有他的背景 他与生俱来的天性 加上他的家庭的背景 他遇到的事情 对不对 那些种种合起来 还有他的罪性 然后他现在 有一些地方被捆绑 那当然他信了主 已经是新造的 他在主面前是称义的 但是他的很多方面 他的懒散啦 自我啦 很多方面 需要时间得益 那像约伯这样的人 对不对 他是很容易的 他蒙恩之后 他的自我唯一的心 除去之后 这样的人得医治的时间也快 所以各位一定明白 上帝是公平的 公平的 但是 我给各位一句很重要的话 因为我怕 这边个性非常不好的人 很担心 我给各位这句很重要的话 我们主耶稣的大使徒彼得 个性也不太好 对不对 很强烈的个性 动不动拿刀出来 讲话很冲动 每次跟旁边的比较 对彼得是这样的 真的个性是这样啊 可能甚至是渔夫啊 出人一个 什么东西都是 钓鱼的时候 你的鱼我的鱼强啊 以前可能是这样的人 这个加利利 所以你们知道 加利利人是反派来的 你懂 法利赛人这些 全部看不起加利利的 但是 主耶稣90%的施工 是在加利利 很奇妙 对不对 所以这个彼得的个性 肯定不是这么讨人喜欢的 但是你会发现 圣经里面最重要的话 都是他讲的 主啊 你有永生之道 我们还跟从谁啊 你是基督 永生上帝的儿子 都是彼得讲的 各位 阿们 所以你会发现 有时候 越软弱的人 越软弱的人 很奇妙的 上帝 医治的强烈度 就是刻在他心板上 所以我跟各位说 如果你的个性非常糟 你把自己当作一个彼得 好吗 主啊 我就像一个彼得 每次给你骂 但是骂了之后 主啊 让我能够有蒙恩的领悟 你这样祷告 那你是有福啊 那第二呢 你要小心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要谨慎 在这个得医治的过程当中呢 有时候呢 个性比较好的人呢 他会自意 自意 自意为一 千万不要自意 你要像保罗这样 其实保罗 法利塞人 他是很正直的法利塞人 对不对 他不像那些假冒为善的 他是 就是真实的 我逼迫主的教会 他不是带着私欲 好像那些 爱自己的名誉的法利塞人 逼迫的 他是真觉得 这个拿撒勒派 真的是邪派 你们了解吗 所以呢 这么热心 要去大马四哥 把那些基督徒抓进监狱 这样的人 你们了解吗 但是 这个人被光照之后啊 哇 奇妙的 但是 你看保罗 他应该说 原来我以前也不太坏 但是呢 后来蒙恩之后呢 变得更好 他不是这样讲 他说什么 我是罪人中的罪鬼 各位很奇妙 对不对 这个原来个性也这么好 人来看也这么正直优秀的一个 加玛列门下的一个保罗啊 他被福音的大光照耀 他是破碎的 其实呢 他是最清楚看见自己的罪的 你们了解吗 哪怕你生来是一个好个性 好家教 老师也喜欢 父母也喜欢 从来没有被人指责过啊 你一定要走过保罗的路 真的发现在我里面没有良善 阿们 那 还有另外呢 如果个性比较 相对来讲比较糟糕的 常常很容易就是这样的 跟旁边的人起冲突 结了婚啊 夫妇 我教会有一些夫妇一吵架 曾经 连警察都来啊 吵到连警察 我在想上面的人下面的人 下面的人 我们新加坡住主屋嘛 如果每次这样看到的时候 知道他们是基督徒 哎呀 我心里想 但是呢 各位注意啊 不要自卑 你要谨慎 自义和自卑的陷阱 其实撒旦啊 很容易叫人 因为自己的不优越的地方 不良的一些地方 自卑 自卑的结果呢 会怎样 各位注意听 自卑的结果呢 你就不跟那些不太跟你一样的人 或者不会理解你的人 在一起 各位有没有发现 我在教会呢 有一个弟兄啊 我知道他的自尊心也强 脾气也不好 总是摆着一个蜡烛脸 那种样子的 好像 好像一般的牧师是不想跟他多讲话 不要讲牧师 连一般的人都不想靠近他的那种 好像谁欠了他什么东西 欠了他很多钱还是什么 那种脸啊 这样的弟兄呢 我是没有问题 但是后来我发现 一他独来独往 不然就是他跟选择谁在一起 他选择那些很随性的 比较容易接纳他的 那种人啊 能够称兄道弟 什么话都讲 那些 但是有一点规矩的人呢 他是逃避 有这样的 在教会里面 不好 我跟各位说不好 因为你就知道你这个地方软弱 你跟不同的人在一起 不同的圣民在一起 都是同盟恩典的 你才会更快被影响 所以他是其实我发现一种自卑 一种自卑 所以不要中了圈套 不要中了圈套 当然你说你不要这样的人中这样的圈套呢 教会呢 一定要懂得伸出双手 有时候这样的人呢 你不容易靠近 但是看到他的时候呢 总是跟他笑 祝福他 期待他的眼光 总是做 你每次这样做的时候 他连看都不看你 也没有关系 这样做 你做了一百次 两百次之后 有一天他觉得 为什么大家都这样接纳我 他说我自己 为什么里面这么多苦毒 你们了解 所以这个 我们也是让教会整体来讲 我们牧者也好 彼此牧养也好 我们要明白 各种的人会走进教会 然后第三呢 不管你个性好坏呢 其实重点在于 你还是要顺服神的 最后你还是要顺服神 各位 这个顺服神呢 超出你的本性 你的天性 与神俱来的 有一些个性 你顺服神 这个才是美好的顺服 你们知道吗 比如说 内向的人 因为看到教会有人来了 一般上内向的人 就是躲在一旁 教会 不然就是跟自己的家人在一起 其实每次我看到这一幕的时候 我就觉得 他屈服于他的本性 其实你内向 但是你看到 因为有新人来 你想照顾 所以你走出来 靠着主的力量 跟人坐下来谈 有时候人家讲很多的话 你就听就好 你们了解吗 所以超出 不要受那个东西限制 有时候呢 喜欢办事的人 我们教会有些人是 喜欢办事 这边坐这边坐 然后不要跟人讲话 No 如果你是在教会里面 有心要牧养的人 事情慢一点办也没关系的 你甚至你办事 还是眼睛要看别人的眼睛 你们了解眼睛要看 也笑 也祝福 对不对 这个是 因为你说我的个性是这样的 我只是能办事 我不喜欢 但是你在基督里面 像什么样的人 就说什么样的人 为了得着他们 那你才知道 你是真正的得意志 你们了解吗 其实这些地方 都我们走过的 还有我顺便要讲 那有一些我的教会的 很喜欢讲话 讲完了之后就走 教会垃圾也不丢 杯子也不洗 什么东西都放在那边 也有这样的人 对不对 就讲很开心 他最开心了 然后就回家了 后面的人帮他收 帮他洗 也不好 我在教会整天讲话 每次我留到后面 垃圾是我收的 杯子很多放在这边 那边我就洗的 你们知道吗 连牧师都做的 但是我做这些东西的人 一般很多人都回家了 那个 所以 我跟你说 我的个性来讲 我不喜欢做这些的 有些人喜欢洗杯 我不喜欢 我直接跟你们讲 我就不喜欢 但是没有办法 因为主的家 顺服神 你们了解吗 所以我顺便给各位这个眼光 你不要给自己借口 我跟各位说 这个个性的东西 我少给借口 我顺便讲 有一些姐妹说 我的个性是比较独立的 所以我比较难顺服丈夫 奇怪 独立跟顺服丈夫有什么关系 我是比较好强 独立 独来独往 我自己的事自己办 所以我比较难顺服丈夫 你看 上帝叫你顺服丈夫 你说 你的个性叫你不能顺服丈夫 那错了 你这个个性 你是用个性做借口 你的个性要成圣 能够独立 也能够顺服丈夫 应该要这样 对不对 有些信徒 真的 我是不太像样 好像比较爱玩的个性 风趣的个性 各位 爱玩风趣的人 是你跟他在一起很有趣的 但是爱玩风趣呢 所以爱玩风趣的弟兄 比较容易跟异性打情骂俏 公司去也打情骂俏 哪里都打情骂俏 不 你爱玩风趣跟打情骂俏 没有关系 对不对 所以你一定明白 神给你的天性 但是也有圣洁 你不要用你的个性 来给自己借口 所以 我是叫各位明白 什么叫顺服神 顺服神是一个 如果是这么容易 就不叫顺服神了 非要靠圣灵 甚至你的旧体制 能够胜过的 结果呢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的结论就是 像什么样的人 做什么样的人 为了什么 为了要得人 我们读这出经文 我们就结束好吗 我们看 格林多前书 格林多前书九章 前书九章呢 这里你们看 保罗怎么说呢 九章十九节 他说 我虽是自由的人 无人侠管 然而我 我担心做了众人的仆人 这是最有福的 为了多得人 像犹太人 我就做犹太人 所以犹太人的整个的礼仪 像律法以下的人 我就 虽不在律法以下 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 我要得律法以下的人 二十一 像没有律法的人 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 并不是随便犯罪 对不对 但是呢 就不谈律法 总是给了很轻松的感觉 对 我要得没有律法的人 其实我在神面前 不是没有律法 在基督面前 正在律法之下 什么律法 爱神的律法 很奇妙的 爱神的 凡所做的都是为了爱神爱人的 二十二节 像软弱的人 所以你看 软弱也有 保罗也有 我就做软弱的人 唯要得软弱的人 像什么样的人 我就做什么样的人 无论如何 总要救些人 各位 各位 当你的成圣到了这个地步 我可以跟各位说 有一天你就发现 你不受你以身俱来的个性的瑕疵了 然后你就发现 上帝会赐给你很多层面的性格 很多层面的性格 叫你能够了解多人 我跟各位说有一天 有一个姐妹跟牧师一起谈话的时候 她就说一句话 她说牧师我发现你的个性很多层面 她这样讲 什么意思 她说我发现你什么人都可以了解 你有很多层面 比如说我问各位 你们看朱牧师是内向还是外向 多数人讲外向 其实我跟很多人说 你们不知道我是内向的 我说哪里有内向 哪里有 直到你们跟我相处在一起 然后有时候 比如说你们跟我宣教的时候 你发现 有时候我不想要讲话 有时候我就喜欢一个人 因为有内向层面的人 我是为了众人的缘故 站在台上牧养讲很多话 但是过后我是消耗掉的 最后我要安静自己的 所以你跟我久之后 你发现我有安静的一个部分 我有一点内向 不喜欢这样出头的 但是有时候为了主的缘故 外向的个性 很奇妙的 所以很多方面 因为我的个性 后来发现 主加添给我 使我能够理解很多种人 有时候 我有含蓄 我有点含蓄 有时候有胆大信息 有时候很奇妙 对不对 不一样 这个就是在福音里面 好像我跟怎样的人 就做怎样的人 后来有一天发现 上帝给我很多层面的经历 很多层面的经历 所以有圣灵掌控 虽然我有我自己的个性 但是有圣灵掌控 我跟各位说 如果像上次那个弟兄 好像刚才我讲的 他跟我血气的话 我就马上就血气回来 如果我的个性的话 你们看我这个个性 你看我的小儿子 人家慈母每次讲 你小儿子就像你一样 小儿子像你 我说您怎么知道 也有像你的地方了 我说 所以你看 所以慈母每次最不喜欢我的地方 你们知道吗 强词多理 他最不喜欢我这个 所以到有一个地方 以前人家讲一句 我就讲两句 因为做了牧者之后 很奇妙的一个温柔的个性又出来 这是圣灵掌的 对不对 人家血气的时候 我心里面就安静 就是吞下去 然后最后交给主 我盼望各位能够 像什么样的人 做什么样的 到这个地步 得医治到这个地步 那个时候你就会发现 你真是一个独特的人 真是一个独特的器皿 上帝重用的器皿 阿们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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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吗